在寻常的花园里,草花几乎都是配角 遮掩着瑕疵或空隙 但是在大猫的露台花园里,草花是唯一的主角 嗨,我是塔尔先生 那今天的园艺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登上苏州花友大猫的露台 在冷峻高速的城市当中呢,一起感受一个温馨色彩的小花园 数年前,大猫被同事拉着在办公室栽了一盆小多肉 那是大猫的第一盆盆栽 植株清细柔嫩的绿色,泥土沙沙威适的触感 像是一只老旧的迪月 从他的指尖细细碎碎的拉扯出植物与他的情缘 2018年,大猫和先生购置了这套有露台的高楼工具 这之后,他就研究起如何改造搭配出自己的理想露台 得益于自己游戏构建式的工作 他对空间设计有着很高的敏感度 他和先生亲力亲为,做排水,涂油漆 又铺朔苏木地板,装点灯带和铺露石 日日打扫,一花一草,一灯一瓶 都被他组合成了充满糖分和铜心的场景 高楼露台空旷的空间,让身心都会自有几分 一眼望去,天空被远处的楼房裁剪成蓝色的玻璃纸 太阳东升西落,灰芒如霞 大猫喜欢草花 他的小露台里有数十种草花 有最为大众熟知的矮切牛,百万小林,枝鹰,香雪球,石竹,还有花烟草,季小菊等等 当花开的时候,繁花满满 即便是普通的花盆,也被装点成了俏丽明艳的大花蓝 红黄蓝绿,好像被打翻的色彩盘 花朵又像一只只斑斓的蝴蝶 把这本该只有辉和蓝的城市天空变得明媚起来 偶尔,他会躺在露台的木板上 百合,出局,被风吹得低垂着头 似乎要轻抚他的脸颊 繁星室也一点点消散 之物以外,大猫挑想的家居百建也极称露台 有藤边的秋千 中秋的时候,他便把诺大的月球灯放在秋千上 藤秋千在秋风里跳舞 月球灯在月光下晃荡 木桌椅不大不小 椅子上的做客往往不是人,而是盆栽 桌子上的树枝竹台隐隐绰绰 南瓜灯躲在花丛里,像是在等待一个童话 栏格上的星星灯在夜晚与远处的高楼的灯光相互映 明明灭灭 我问过大猫,为什么你喜欢草花 他笑着反问说,我们不也是草花吗 没有任何一朵花生来是腐花 每一个人,每一朵花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 把仪式感拉满,把氛围感做足 生活是自己的 原点的美好,从塔尔开始 我是塔尔先生 那这期原因故事就到这里了 拜拜